随着特朗普接近锁定提名 副总统候选人的面试正在进行中 美国广播公司22日报道称 通常来说 副总统候选人要等到总统候选人锁定提名后才会确定 但特朗普上周在爱尔瓦州共和党初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 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退选 加剧了人们普遍认为 他将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人的必然性 报道提出的第一名人选是共和党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尼克 他近期因为在国会听证会上就返游问题 拷问美国三大名校校长而名声大噪 三位校长中的两人已经辞职 ABC称斯特凡尼克近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集会上 与特朗普一起登台 并前往特朗普的竞选总部 受到人群的热烈欢迎 一名男子高喊副总统副总统 ABC称在两次露面中 斯特凡尼克都强调自己是第一位支持特朗普付出的国会议员 我很自豪能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他告诉记者 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时 斯特凡尼克说 我当然很荣幸 如果能够以任何身份 在未来的特朗普政府中认知 我已经说一年了 被媒体提到的其他可能人选 还包括美国印度裔企业家 拉马斯瓦米 参议员斯科特 这两人都曾参加总统竞选 不过都宣布退选支持特朗普 国会山报称 在谈到谁可能成为他的竞选搭档时 特朗普基本上一直守口如瓶 特朗普20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他已经有了副总统候选人人选 此人有25%的概率 并暗示人们不会对他的选择感到惊讶 他同时表示 不急于确定人选 因为这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